女人吃了口肉 富豪大放地给了一万美刀 男人喝了一口酒 富豪直接给了五万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饭局 餐桌上坐着八个急需用钱的穷人 小美就是其中之一 她的弟弟患上了绝症 急需一大笔医疗费 为了筹到钱 她只能来参加富豪组织的极限游戏 只要赢得比赛就能获得巨额奖金 但他们不知道输掉比赛是要付出生命的 开赛前 富豪用牛排额干款待他们 可小美说自己是个素食主义者 下不了口 富豪一听顿时来的兴趣 她最爱看别人为了钱被判自己的信仰 于是摆出一万美刀 只要她吃一口肉就能拿走 小美不敢相信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众人也是羡慕不已 她稍稍犹豫了下 就切了一块放进了嘴里 桌上还有一位已经戒酒十六年的大叔 富豪掏出一万让她喝一口酒 但大叔却直接拒绝了 对富豪说 你永远也不知道戒酒有多艰辛 富豪一听直接加码 五万 你喝不喝 然后又摆出一瓶价值五万美刀的酒 大叔犹豫良久 眼角也泛起了泪花 尊严固然重要 但他实在太缺钱了 于是提起酒瓶就整了一大口 富豪相当满意 看来金钱真的是万能的 宴会结束 接下来就要进入正式的游戏环节了 富豪也开始介绍起了游戏规则 他会说出两个选项 每个人都必须在十五秒内做出选择 不然就会被淘汰 游戏开始前 富豪给了他们一次退出的机会 可以选择现在离开 还是继续参加游戏 他们显然已经尝到了甜头 没有一个人退出 富豪很高兴 游戏开始 玩家揭开一块黑布 露出一个审犯人用的问答机 众人一看就慌了 这是要被虐的节奏啊 大叔拿着钱就要退出 却被一枪击毙 因为游戏一旦开始 就不能退出了 惊慌的众人最终被拿枪的助手逼回了座位 此时他们才明白 所谓的淘汰竟然就是死 接下来游戏开始 男人将电圈戴在了小黑和长发妹的头上 接着给了他一个遥控器 小黑需要在15秒内选择是电自己还是长发妹 来不及思考什么 都是穷人的 他们也不想在这种时候拉仇恨 于是他电了自己 猛烈的电流让小黑瞬间身体发直 不停颤谱 而长发妹看着小黑竟然露出了一丝嘲笑 接着助手把电圈戴在了老太的头上 让长发妹决定电自己还是老太 还没等富豪说完 长发妹就抢先按下老太的按钮 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狠 老太直接就被电晕了过去 助手好一顿揉搓才把她弄醒 接着电圈被套在了下一个人的头上 由老太选择 然后依次往后 有的选了自己 有的选了别人 到了卢卡斯和小美 卢卡斯上一组刚被电完 但她还是不忍伤害柔弱的小美 选择了自己 最后一组由小美决定电小黑还是自己 小黑让小美尽管来 她受得住 小美深吸一口气 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 第一场游戏结束 除了长发妹之外 其余的人都被电击了一次 进行第二个游戏之前 助手在地上铺了一层塑料布 看来下一场游戏要见醒了 助手摆出一个冰锥和一个特制的犀牛皮鞭 让众人在扎别人大腿 和在抽卡尔三下之间做出选择 30秒内不做选择 就会被枪毙10分钟 冰锥扎大腿很容易扎中大动脉 危险系数相当高 相对来说 抽卡尔三下要安全得多 首先从小美开始选择 还不等小美说话 卡尔就主动脱下衣服 说自己能受得住 小美本想轻轻打三鞭子意思一下 可富豪却不买账 没办法 小美只能用力抽打 没打一下就在背上留下一道血痕 下一个由卢卡斯 在扎小美大腿和抽打卡尔之间选择 卢卡斯还是不想伤害小美 确认了卡尔还承受得住 又抽了卡尔三鞭子 接下来由卡尔选择是扎卢卡斯 还是自己挨鞭子 卡尔质问富豪 为什么挨打的老是他 联姻也很简单 只因为中场休息时 他跟富豪的儿子吵了几句嘴 为了帮儿子出气 所以要针对卡尔 这里没有所谓的规则 富豪的话就是规则 卡尔不愿伤害别人 依旧选择自己挨打 咬上衣服 眼睛死死盯着富豪 做着无声的抗议 但这次打他的是富豪的管家 这三鞭来得比其他几遍都重 挨完三鞭子已经奄奄一息了 接下来到了大壮和老太 大壮虽然有原则不伤害妇女 但此时的卡尔已经不能再挨打 而且老太下半身瘫痪 扎他也根本没知觉 权衡了一下 他选了扎老太 大壮迅速扎了一下 却不料正好扎中大动脉 最终导致老太流血过多而死 下一个是长发妹 富豪给了他一个特权 他可以选择继续抽打卡尔 或者任意扎在场的一个参赛者 谁知长发妹直接走到小美面前 就给了他一下 最后一个是小黑 小黑不愿卡尔继续受折磨 选择直接了结了他 第二轮游戏结束 再一次中场休息 几人趁着富豪不注意撒腿就跑 小黑抄起桌上的皮鞭就朝助手抽去 然后转身又准备去抽富豪 结果被富豪一枪毙了命 最终剩下的四人 也被保安重新押回了餐桌 逃跑无望 他们只能继续这变态的游戏 这是一个随机惩罚信封 里面的惩罚方式有的残酷 有的相对无害 参赛者可以选择信封里的惩罚 或者是在水里憋气两分钟 首先从大状开始 他显然知道自己的肺活量 与其送死倒不如搏一把 打开信封一看 上面画着个爆竹 富豪告诉他 他需要在手上点燃一个爆竹 大状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个能忍 但当鞭炮递过来时 大状懵了 这哪是鞭炮 这是小钢炮啊 为了防止他脱手 管家还贴心地拿出胶布 帮他把钢炮缠在手上 他需要在30秒内点燃 否则就会死 大状只能颤抖地点燃 心里不断祈祷是哑炮 大状直接倒地 本来就有心脏病的他 被吓得犯了病当长领盒犯 现在只剩下三人 轮到了卢卡斯 他再三考虑最终还是选了信封 打开一看 上面画着一只眼睛 富豪告诉他 那是需要割开他其中的一只眼睛 卢卡斯不断求饶 但枪口已经抵住了脑袋 他只能拿起刀片 忍痛割开的左眼 看到了前面两人的后果 小美再也不敢选择信封 还好自己肺活量不错 他选择了憋气两分钟 刚一开始 管家直接把他按在了水里 随着时间推移 小美开始颤抖了起来 拼命想要挣脱 但保镖的手死死地按着他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弟弟的画面 最终想救弟弟的信念 终于支持他熬过了两分钟 接下来到了长发女 长发女的女儿是被淹死 所以她对水有着深深的恐惧感 她选择了信封 打开一看 居然是在桶里憋气四分钟 也许是知道她完成不了 管家还没让他准备 就直接把他按了下去 结果刚下水就开始颤抖 没超过一分钟 他就领了盒饭 现在只剩下两个参赛者 也剩下最后一关 谁能赢就能得到巨额奖金 为了公平起见 富豪先抛了硬币 看他们谁来做最后的抉择 结果是小美先 她可以选择两人现在安全地离开 但是不会有一分钱奖金 或者直接打死卢卡斯 得到大奖 卢卡斯以为自己之前 和小美已经是生死之交 小美肯定会选择一起离开 可谁料还没等她说完 小美就直接开枪打死了她 没想到小美成了最终赢家 富豪也按约定 把她安全地送回了家 刚想跟弟弟分享喜讯 却没想到弟弟 为了不给她添麻烦 已经服药自杀了 至此电影结束 结局真的很现实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呢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蜜瓜 我们下期见